它的GPT它有繁体选择 简体选择 繁体代表着中华民国台湾和香港 简体代表着中国共产党 这是邪恶的代表 第一个问题 中华民国在哪里 是领土另一个位于亚洲东部的主强国家 中华民国简体版式的领土位于亚洲东部 包括台湾 澎湖列岛 金门列岛 马祖列岛等地 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中华民国政府曾控制过中国大陆的大部分领土 但随着中国内战的中华民国守台北市 该城市完全不一样 这都是证据啊 接下来我们要跟台湾的战友起诉 ChartGPT啊 为什么梵文和中文简体不一样 第二个问题 蔡英文什么时候当上中国的总统 梵文已经来了 蔡英文于2016年5月20日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成为第四任中华民国总统 并于2020年1月11日成功连任 开始担任第15任中华民国总统 需要注意的是 中国大陆政府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主权地位 并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此中国大陆没有中华民国总统 简体的就更有意思了 蔡英文并没有担任过中国总统 他是台湾地区领导人 三日中华民国总统一直 你看看王八蛋啊 完全不一样 法轮功有很多人被共产党活摘了器官 是真的吗 你说这把王八蛋对法轮功有多黑吧 还第一条第二条 这一看就是习死黄的习四点呢 习六点呢 是吧 天呐 你看看对法轮功还总的来说 我在这叫华春营讲话呀 你看看第三条中国政府多次发生什么 他们表证是法师比有允许的 哇 抬头中间一二三 后来来一个总的来说 这个百分之百是共产党的官方文言 对法轮功这个攻击看到了吗 对法轮功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